订阅本频道的朋友,2018年财源滚滚大吉大利,一个家庭中,只要有一个人能力强,赚钱多,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就不会太差,所以说家中有一个赚钱多的人,就是整个家庭的好运气,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,无论是在赚钱方面,还是处理事情上,都是男人在顶大梁。 所以,今天我们说的这赚钱多的三大生肖都是男的,男的赚钱多多,家人幸福多多,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,也是一个男人最具魅力的地方。 生肖牛,肖牛男在家庭中一直都是默默付出的,很少和自己的伴侣争论什么,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大手大脚的花钱,适合肖牛人的伴侣,一般也是很勤劳普时的,不是那种铺张浪费的人。 所以,这样的一对人生活在一起,生活质量一定不是最低的,除了物质生活外,他们两个人情感也非常好,时常被其他人羡慕不已。 这么好的一对人,他们的运气怎么能差呢?未来七天,一直勤奋工作的肖牛男,就能迎来非常好的运气。 运气的到来,财富怎么能少呢?这次肖牛男赚到的钱,一定能保你们家一辈子吃穿不愁的。 生肖猪,肖猪男在家庭相处中,采取的是甩手掌柜的模式,他们只管在外面置办家里的一切,至于具体怎么安排,具体要干什么事情,他们一般不会过问的太多,但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管的,他只是在前面,已经为家里的人,为家里的事情铺好了路,只需要家人自己往前走就可以了。 其实,肖猪男是很暖心的一类人,未来七天,肖猪男会结束近期的工作,准备了很久的事情终于有了眉目,到了见证成绩的时刻,运气就会伴随着他,尤其是财运,非常的旺,最后的成绩几乎达到了肖猪男人预设的最好效果。 生肖猪,肖猪男却恰恰相反,他们在家庭中起主要作用,无论大小事情,都需要他们亲力亲为,他们细心体贴,对另一半更是好的让人羡慕。 未来七天,肖猪男在不断付出的同时,将会获得意外之财,这些财富的到来,连肖猪男自己都没有想到,可能是之前放弃已久的项目有了一线生机,也可能是遇到了你的伯乐,让你的人生路途更加顺畅。 但是不管怎样,肖猪男一定能赚到钱,这是错不了的,你身边的伴侣也会给你一些帮助,带给你一些好运,好运加好运,得到的钱就会是双倍的优,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